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香港电台5月10日消息 长河系主席李嘉诚在今日长河及长石股东大会后 将正式退休 转任集团资深顾问 90岁的超人李嘉诚退休后 他规模达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 交棒长子李泽聚 香港电台报道 李嘉诚今日早上通过电话 接受在大宅外等候的媒体访问时表示 感到开心 自己12岁工作已经数80年 今日心情与平日没有分别 谈及即将继任主席一职的长子李泽聚 李嘉诚表示很有信心 今年3月16日步入90岁高龄的超人李嘉诚 正式宣布即将在今年5月退休 这也意味着已经54岁的李泽聚 终于可以走上长河系舞台的最中央 根据福布斯杂志今年1月18日公布的香港富豪排行榜 李嘉诚以360亿美元总资产连续20年蝉联香港首富之位 其净资产较2017年的303亿美元增加18.81% 如今李嘉诚旗下长河系业务已遍及全球 包括房产 港口 电讯 酒店 零售 能源 基建等等 长江集团业务遍及全球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 员工人数超过32万人 以上是今天时段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